菩提心 志诚心 是菩提心的体 真诚到几处 真心 是这个体 体起起作用 对自己的作用 叫身心 身心 我们看古大德 古大德的诸解 给我们解释 好善好德 真诚心起作用 真 用真诚心 纯金纯善 没有四号任务 实际上 就是我们这个 经体上所讲的 清净 平等 证据 这是菩提心 作用 对自己的作用 二十多年前 我在美国 讲经 讲到菩提心 我就用 无量寿 经体 跟大家讲的很具体 什么叫神心 清净 清净心 是神心 平等心 是神心 决心 是神心 真诚心 发出来了 你心 是清净 是平等 如果心 不清净 不平等 真诚心 没发出来 这个臣字 中国古人 非常重视 也可以说 肯定 这一个人 一生有没有成就 关键就在这个臣 有真诚 他一定有成就 没有这个字 他成就有限 臣第一个是不自欺 第二个不欺人 不自欺是情 是自耐 不欺人是爱人 爱人 这人恨爱之 那又不真就是道理 所以菩提心很难懂 很不容易 菩提心的他受用 是大慈大悲 对于一切众生的爱 没有条件 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讲条件 无条件的爱别人 无条件的帮助别人 那真正觉悟了 为什么 底下一句说 同体大悲 那真真明了 真真知道 并发戒 虚空戒 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还谈什么条件 左手有疼痛 右手就给他扶摸 给他治疗 还谈什么条件 我为什么要帮助你 不用谈条件 是一体 牙齿咬到舌头了 舌头还要报仇吗 没有报仇的念头 也没有怨恨的念头 什么一体 迷了之后 不知道 变发戒 虚空戒 万事万物 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迷了 不知道了 知道一体的 发菩提心的人知道 就是用真心的人知道 用妄想的人不知道 这发菩提心真难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一尘了一 是圆灯大法 上上跟人 印记的 那我们就没分了 偶尔大四给我们解释 无上菩提心 解释的没有 妙极乐 你不想不知道 越想越对 他的话越对 那就是有个心 真正相信 西方有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 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 就这个心 就是无上菩提心 是妙啊 你问他 菩提心什么意思 说不出来 你跟他讲 执心 制成心 身一心 他完全听不懂 叫他相信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他就真信 他一点都不怀疑 他真正发愿 求生净土 他真正生到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了 那不是无上菩提心 是什么